对不起 其实叶丽诚 你没有必要再三对我说这三个词 我早就想明白了 你叶丽诚并没有对不起我初音乐 你只是不爱我而已 你只是 你看中你和水清澈的感情而已 六年前我之所以会有那样的报应 都是我自作自受 我犯贱爱上了不该爱的人 宁愿丢掉自尊当你身边的狗也无怨无悔 如果真的要说对不起的话 那么无论是你还是我 我们对不起的都只有团子 因为我们做的孽 全数都报应在了团子身上 叶丽诚只觉得心头更加苦闷了 他想到楚团子那张天真无邪 和叶明轩有几分相似的脸 便觉得有一种钻心的疼痛 是 本王对不起本王的孩子 本王一定会见你弥补的 弥补就大可不必 叶丽诚 我除了跟你见了个种之外 和你毫无干系 楚团子只是我初音乐的孩子 以前如此 以后 也如此 楚隐悦 楚团子也是本王的孩子 叶丽诚 我只问你一句 如果有一天 要让你在水清澈和楚团子之间做选择 你会选择谁 叶丽诚的脸色豁然僵住 望着楚隐悦的表情 也充满了一种尴尬 隐悦 这种事情 根本不可能会发生 不可能 叶丽诚 你该不会是忘了吧 曾经你为了你伟大的爱情 为了你的心上人水清澈 杀死过一个我们的孩子吧 叶丽 那件事是不得已而为之 是一个意外 意外 有这样的意外一次 就会有第二次 而且 叶丽诚的反应 已经让我知道了你会如何选择 你叶丽诚 就算再一次遇到当初的事 你仍旧会毫不犹豫 选择水清澈 他慢慢转过身 再也不想看叶丽诚一眼 叶丽诚 你听清楚了 楚团子 和你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是我 拼死保住的楚团子 楚团子感冒发烧 也是我一整夜 守在他的身边寸步不离 有人欺负他 是我帮他走 楚团子是我楚隐悦 用生命去护着的儿子 你若想要夺他 伤他 害他 欺他 我楚隐悦 就算是死 也要把你 还有你的水清澈 一起拖入地狱 弥补 哼 叶丽诚 你没有这个资格 叶丽诚 你现在知道痛了 可是你现在感受到的痛苦 和我所经历的相比 又算得了什么呢 楚隐悦说完这句话 便不想再和叶丽诚说话了 对面的叶丽诚 也开始保持沉默 没有再主动和他说话 但是 当他睡着了 叶丽诚会拿外袍来 给他搭在身上 到了饭点 他会出去抓野味 烤来给他吃 两天时间 转身即逝 这天一大早 朝百年麒麟果看去 百年麒麟果 终于成熟了 七彩机关蛇 在他身边守着 他动作如果不快点 就会被七彩机关蛇吞掉 他脚尽一点 便打算隐悦而起 你干什么 叶丽诚 这百年麒麟果 我必须得到 叶丽诚竟然直接抬手 点了他的穴道 浑身不能动弹的同时 他连话都不能说 这货竟然把他的雅穴 都给一起点了 出音乐 本王知道你恨本王 但是与本王而言 你仍旧是本王的迷人 你在这里待着 你要的东西 本王给你取了 叶丽诚显然不知道 七彩机关蛇的可怕 他跳到大树上后 毫不犹豫 直接抬手 就朝着百年麒麟果 伸了过去 刚摘下一个果子 上方的七彩机关蛇 就吃吃吃的 快速爬了过来 直接对着叶丽诚 吐出了毒印 叶丽诚抬手 挡了一下 叶丽诚立刻放下手 飞速将其余六颗 百年麒麟果摘了下来 同时 解开了 与颖月的穴道 抱歉 刚才本王 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叶丽诚 你就快死了 你知不知道 叶丽诚愣了一下 你已经中了 七彩机关蛇的毒 你活不过两个时辰 好吧 与颖月 本王能为你死 也算是死而无憾了 叶丽诚转身 走向不远处的石壁 然后靠着墙 坐到了地上 你药的东西 已经得到了 你先走吧 与颖月转身 刚走了两步 就听到身后 传来了急促的喘息声 他脚步一顿 扭头看去 只见叶丽诚 闭着眼 靠着墙 大口大口地呼吸着 七彩机关蛇的毒 是一种天然的 药效极其恐怖的催情药 发作得又猛又快 如果找不到对象 解除药效 就会浴火焚身而亡 可是现在 他是他唯一的解药 与颖果断选择了再次转身 要用他的清白 给叶丽诚解毒 他办不到 接着他脚尖一点 再纵身一跃 跳出了瀑布 大概往前狂掠了百米之后 与颖月的脚步 猛地停住了 叶丽诚 你这个该死的混账东西 话落 与颖月像是风铃一般 朝着来时的路狂奔而去 很快 重新出现在叶丽诚面前 叶丽诚 与颖月 你走 叶丽诚 时隔六年 你还真的是让我刮目相看啊 怎么 打算为水清澈 守身如玉了是吧 走 你让我走我就走 我不要面子的 与颖月伸手 扣着叶丽诚的下巴 逼迫他不得不这样看着自己 这一瞬他突然有点理解 为什么六年前叶丽诚那么变态 非常喜欢用这种动作对自己 原来 居高临下的感觉 真的很爽 除颖月 你走 搞不好 就算是 本王求你 叶丽诚 几年前你折磨我的时候 你怎么不想着你有心上人 要给你心上人守身如玉 现在你来装什么情报 怎么着 我生了孩子 所以恶心到你了是不是 你叶丽诚不愿意 那我除颖月就偏要 六年了 也该相互换位 换我除颖月折磨你了 除颖月 不是 不是你想的那样 本王只是 不想再伤害你 叶丽诚 我不喜欢欠人情 更不喜欢欠你人情 除颖月 本王就算是死 也不 叶丽诚的话 戛然而止 因为除颖月 已经扣着他的脑袋 狠狠稳住了他的唇 除颖月的稳又急又凶 像是要将叶丽诚 完全侵吞一般 终于 在除颖月这样的汹涌攻势之下 叶丽诚有了反应 他豁然摟住除颖月的腰 一个翻身而起 指尖将他压在了身下 叶丽诚 你要做什么 叶丽诚的手撩起除颖月的裙子 然后凭借记忆里的曲线 找到了他的软肋 除颖月 这是你自找的 对 叶丽诚 这是我自找的 所以叶丽诚 你到底想要做什么呢 最后一个字落下 叶丽诚已经低头 狠狠稳住了他 疯狂激吻的同时 他一路疯狂攻略城池 很快 就引得除颖月 开口求饶 除颖月不知道叶丽诚要了几次 他只知道最后 自己变成了一个完全破碎的洋娃娃 疲惫之后 相拥而眠 等除颖月再次睁开眼 捡起地上的衣服穿在了身上 死不了了吧 嗯 叶丽诚 叶丽诚 我可和你说清楚了 我救你 是因为不想欠你的人情 毕竟百年麒麟果 的确是你帮我得到的 现在我们之间已经两清了 我希望你不要拿这件事情来说事 叶丽 我们之间一定要这样 没错 一定要这样 六年前我和你叶丽诚 已经一掰两断 六年后 我们最好还是不要有什么交集 非要有 也得现街现青 除颖月说着 转身就朝前走 然而刚走出一步 手腕就被人拉住 接着一股力量 把他往后移带 除颖月 你不要这样对我好不好 这样对我来说不公平 他无情地掰开了叶丽诚 抱着自己的手 再往前一脉 公平 叶丽诚 你有什么脸来和我谈公平 叶丽诚 六年前你给过我公平吗 除颖月问完这句话 身后便是长久的沉默 瞧瞧 叶丽诚 就连你自己 都不敢回答这个问题 话落 除颖月往前走了几步 再绞尖一点月出铺步 最后按着来时的路 往前走 到达明云客栈的时候 已是害时 这个点 楚团子应该已经睡了 有猎云在楚团子身边 除颖月也放心 所以他进入客栈的第一件事 让店家上了几个好菜 外加一壶小酒 他的对面 就突然多了一道黑影 叶丽诚 我似乎没有邀你供应吧 楚姑娘的确没有邀请本王 但是本王却可以不请自来 好一个不请自来 堂堂天灵战神的脸皮 还真的是越来越厚了 民女真的是 自愧不如 自愧不如是理所应当的 不然 不然本王 怎么满足楚姑娘 楚颖月的嘴角 豁然一抽 六年不见 这叶丽诚的不要脸程度 怎么甩了六年前几条街了 再看周围人 看着她的眼神 都染上了一种暧昧 和不怀好意 我就说吧 这美人可不一般 可惜了可惜了 我本来瞧着 这美艳花一朵还想沾来尝尝 竟然被人结足天灯了 这可很难说 如果美人得不到满足 我觉得我们各几个 还是很有机会的 诸位说的对 我面前这位天灵城王 他不行 诸位哥哥们 谁有兴趣来满足一下我 姑娘 你看我可以吗 姑娘 我可以 绝对大 时间长力道足 技术牛 还有我姑娘 初影月压着笑意 朝着叶丽诚的方向 挑衅的扬了扬眉 正要说话 就见叶丽诚猛地站了起来 在大步朝她走来 直接在众目睽睽之下 将她打扬抱了起来 还有人敢敢肖想本王的女人 本王立刻砍了她的脑袋 陈锋 房间在哪 待陈锋说了个防号 叶丽诚就抱着初影月 直接上了楼 她的一声 将初影月放在了大床上 叶丽诚 我还饿呢 本王 让人把菜端上来 等客栈小二 将饭菜送入房间后 叶丽诚 喂我 初影月的这句话 纯粹就是想气叶丽诚 气得她直接出门 接着 她就可以把这间上房 占为己有了 毕竟 刚刚进入 明云客栈的时候 她就注意到了 明云客栈 已经没有剩下的房间了 叶丽诚 只是愣了一下 她端来了一碗小米粥 坐在她旁边 就往初影月嘴边凑 叶丽诚 我不吃 不行 叶丽诚 你有什么资格管我 难道你觉得 就凭我们才睡了一觉 我就要和六年前一样 当你叶丽诚面前的狗 对你百依百顺 还是你觉得 我会把这一觉当一回事 叶丽诚 六年了 你也不想想个 我初影月 到底有多浪荡多放纵 这六年里 我会缺男人 说实在的 叶丽诚 你已经老了 你和平时躺在我床上的小鲜肉相比 要身材没身材 要脸蛋没脸蛋 要技术没技术 说到这里 初影月的话 戛然而止 因为面前的叶丽诚 突然低头喝了一口粥 接着猛地扣住她的头 朝她吻了过来 叶丽诚 你要做什么 初影月的声音 迷失在她和叶丽诚的唇齿里 同时 她感受到一只舌头 撬开了她的嘴 叶丽诚的舌头 进来的同时 还连带着香甜的小米粥 很快 叶丽诚的唇离开 初影月也喉咙一滚 将这口粥喝了下去 叶丽诚 滚 初影月 你如果不好好吃饭 本王就用刚才的办法 把这里的饭菜都给你喂了 你 叶丽诚 你觉得现在的我有必要受你的威胁 初影月 你的确可以不用理会本王 可是如果这样的话 本王就去告诉楚团子 本王要告诉楚团子 他的娘亲睡了本王 却又不想对本王负责 本王要让楚团子给本王评评理 看看到底谁对谁错 你 叶丽诚 六年不见了 你怎么越来越无耻了 六年了 影月你变了不少 本王当然也变了 他狠狠瞪了叶丽诚一眼 这才从他手里白丸抢了过来 紧接着就闷头开始喝粥 不一会儿 小米粥就被楚影月喝完了 我吃饱了 你可以滚了吧 叶丽诚点头起身 没有逗留 啪的一声 关上了房门 楚影月直接往床上一躺 不一会儿 便沉沉睡着了 当黑暗袭来 将楚影月完全侵吞 楚影月环顾四周 发现自己不知何时回到了城王府 再低头 看自己的肚子 圆滚滚的 看上去 应该是要生了 正想着 肚子里就传来一阵剧痛 然后鲜血像是浪潮一般 从他身下喷涌而出 楚影月双腿颤抖 朝大门的方向而去 这时 啪的一声 叶丽诚推开门走了进来 叶丽诚 求你 求求我 求求我们的孩子 孩子 楚影月 你不过是一个浪荡放纵的女人罢了 你的孩子谁知道是谁的 更何况 本王只要一个孩子就够了 城王府 只有叶明轩一个小王爷 只有彻儿 才配给本王生孩子 对了 我的小王爷就要出生了 本王可不能耽搁他出生的那一刻 叶丽诚 我绝对不会原谅你 绝对 楚影月躺在床上 梦里的一切折磨得他翻来覆去 额头上洗了一层又一层的冷汗 楚影月 是本王的错 都是本王的错 本王对不起你 楚影月 本王究竟 该打你如何是好 从今往后 本王一定不会赴你 时间一点点过去 楚影月终于慢慢睁开了眼睛 叶丽诚 楚影月眼睛一瞪 紧接着 他直接抬脚往前一踢 哼的一声 叶丽诚被他一脚踹下了床 楚影月 你干什么 叶丽诚 这是我的床 你没经过我的同意 就跑到我的床上 你说我干什么 叶丽诚眉头一皱 似乎想要反驳 可他终究一个字都没说 站起身 里里长袍 就转身打开了房门 房门刚打开 楚影月就正住了 门口站着楚团子 你这个坏叔叔 你为什么在我娘亲的房间里 团子 那个大人的事情 你这小子别管啊 坏叔叔 如果你不是坏叔叔 你就把这个糖果吃掉 空气都似乎有一瞬间凝固 悲催的过往 历历在目 叶丽诚绝对不可能忘记 自己曾经的香肠嘴 这次 他肯定会拒绝吧 楚影月正想着 却见叶丽诚伸手 从楚团子手里 接过了那颗糖果 好 谢谢团子 那叔叔 你先再尝尝呗 看看好不好吃 楚影月没忍住 哭吱笑出了声 叶丽诚立刻回头 朝他看来 叶叔叔 我家团子这么热情 你应该 不会让孩子失望吧 叶丽诚的脸 顿时有点黑 楚影月以为 他会扬城而去 没想到 他直接打开了 包着糖的黄皮纸 然后 将里面那颗 黑乎乎的糖果 放进了嘴里 团子的糖果真好学 那叔叔再见 在楚团子 热情的招手里 叶丽诚 虽然有些不情愿 还是扭头走了 房门一关 楚影月就把楚团子 抱了起来 团子 你这是什么糖 这是大连连糖果 吃了团子大连连糖果的 不管拦鸟老上 脸都会肿成猪头 不过 一天之后 就会消肿了 走吧团子 下楼吃东闲 饱肚子后 楚影月便带上 楚团子和猎云 一起上了马车 马车刚驶出 楚影月就听到 马车外 传来了阵阵马蹄声 他立刻撩起车脸 往外看去 叶丽诚的头上 赫然带着一个斗笠 看着叶丽诚突然 多出来的行头 楚影月又是一阵憋笑 儿子 蛋的漂亮 打击渣男 人人有责 放心吧 娘亲 宝宝是绝对不会 让坏人接近娘亲的 姐姐 这个叶丽诚 着实是个麻烦 要不要我叫些兄弟 让他识笑一点 自己滚蛋 不必 叶丽诚与我 只不过是一个 什么都不是的 陌生人而已 既然是陌生人 何必花什么心思 去赶他走 他可没那么重要 如今 最重要的是 那是天灵血莲花 天灵血莲花 一花难求 我只会吸引 多少人前来 而我最担心的是 放出这个消息的人 他到底想要做什么 这样珍贵的 天灵血莲花 无论是谁 都只想独吞私藏 可是这个人 却将消息放出 广而告知 汇聚天下应解 他的目的何在 当然了 不管他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 天灵血莲花 我都势在必得 楚颖月到达 天灵山山脚已是傍晚 他的马车 刚从这辆 金丝南木马车身边 经过时 一个熟悉的 清澈的声音 从马车中响了起来 王爷 楚颖月的手 在马车车身上 轻轻一扣 三头驴儿顿时停下 他将车帘撩起一个缝隙 顿时瞳孔一缩 长青 你怎来了 陪卓金回家省亲 途中正好要经过天灵山 想着此次 天灵山颇为热闹 王爷也要前来 便索性 和卓金来凑个热闹 更何况 天灵山远近闻名 天灵血莲花一事 爆出之前 我和卓金 本来就打算 省清时前来 拜拜菩萨 是 长青 你和你家夫人 的确应该 拜拜着 天灵山的观音 尤其是宋子观音 应该多拜拜 最好明年便给柳家 生个大胖小子 王爷 这马车里 可是故人 方才 长青摇摇便瞧着 王爷似乎 一直跟在 这辆马车之后 柳公子 别来无恙啊 未曾想 柳公子六年前 还若不禁风 必须坐在马车之上 六年后 娶了老婆 就是不一样 如今都可以双脚着地了 再过不久 柳公子变成一名 绝世高人 剑步如飞 轻功如燕 我也绝对 不会感到丝毫意外 我也甚感意外 没想到 曾经的 陈王妃骨子里 竟然如此幽默有趣 哼 是吗 柳公子 竟然觉得我这般有趣 六年前 我给你的建议 现在 可还有效哦 主隐月 你适可而止 陈王大人 男女兽兽不亲 楚隐月 你说男女兽兽不亲 结果你却对 常青做出这种 这种不符合礼节之事 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矛盾吗 我看未必 我的确和陈王大人你 男女兽兽不亲 可是除了你之外 我想要兽兽谁 货货谁 那都是我自己的事 和你又有什么关系 只要我楚隐月想做 只要我楚隐月喜欢 别说只是这样 摸一下六公子 就算是把它捆去我的床上 对我而言 那都是符合礼节的 楚隐月 你敢 怎么夜里成 你真的觉得我没有这个胆子 两人四目相对 皆是双眸漆黑 可是空气里 却似乎突然迸射出了炙热的火焰 火焰使两人的双目胶灼 使周围的温度都上升了一些 楚隐月 是本王的错 王爷 长青果然说的没错 楚王妃才是你心头的朱砂痣呢 柳公子 六年前的楚隐月已经死了 现在站在你面前的 是崭新的楚隐月 所以 请不要用那个词称呼我 说着 楚隐月扭头就朝自己的马车走去 楚姑娘 楚隐月停下脚步扭头朝柳长青看去 楚姑娘 往事不可追 往事却可疑 即便楚姑娘不想回头看 可是 过往曾经 却在你的记忆里 永远停留 不会更改 楚姑娘 听我一句劝 王爷很在乎你 如果可以 为何不重新回到王爷身边 要让我重新回到叶丽城的身边 除非 我 死 楚姑娘 你何必折磨自己 又折磨王爷呢 这些年 王爷对你的思念 我们所有人都有目共睹 折磨我自己 柳公子这话可是说错了 我并没有折磨我自己 自从我把叶丽城从我心头抽离干净开始 我在这个世界上 才算是真正的开始做一个 人 至于思念 他有没有思念我 是不是思念我 又有什么关系呢 毕竟 我早就已经不在乎这些了 楚隐月说完 一眼都懒得多看叶丽城 他直接转身上了马车 吕矮 出发 团子 娘亲刚刚 宝宝知道 娘亲刚刚是在怼渣男 宝宝明白 宝宝懂 放心吧 娘亲 宝宝不会多想 宝宝的爹爹早就已经死了 宝宝不会乱人爹爹的 等天灵山的事情结束之后 我们团子就再也不会看到这些渣男了 楚隐月的马车终于在静谧的夜幕之下 来到了天灵山顶 楚隐月从马车上下来时 瞬间就有无数双眼睛落在了他身上 哟 哪里来的美人啊 这天灵寺已经没有房间了 要不就来哥哥怀里 哥哥抱着你睡 这妞可算是极品的 老子纵横江湖这么多年 可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漂亮的妞 看得老子春心荡漾啊 美人 哥哥我是飞虎帮的副帮主 怎么样美人 跟了我吧 跟了我 以后我带你吃香的喝辣的 而且我保证 绝对不会有人敢欺负你 秦宇 好久不见 秦 秦公子 你怎么来了这里 秦放是个生意人 天灵旭莲花 秦放也很有兴趣 所以便来碰碰运气 原来如此 没想到秦公子此次前来 也是为了天灵旭莲花 那么 你和我从某种意义上而言 可是竞争对手 秦公子 届时 我可不会手下留情 除隐月说完 转身便想走 隐月 我秦放 永远都不会是你的敌人 既然你要那天灵旭莲花 那么我拼尽一切 也会多来送你 本王的女人 动辄 死 叶丽成 叶丽成 我要说多少次 我和你 早就在六年前 便已无瓜葛 如今 你没有资格插手我的事 叶丽成的脸顿时黑得不行 除隐月看都懒得看 他又转头看向秦宿 秦公子六年前的恩情 除隐月还记得 如果秦公子有什么需要 除隐月帮忙的地方 尽管说 除隐月必定义不容辞 今日我刚上山 舟车劳顿 便不和秦公子叙旧了 除隐月说着便直接转身 除隐月走到马车前伸出手 团赞 娘亲抱 两位大叔 我家姐姐有我这个当好弟弟的照顾 以后就不劳你们费心了 你们老了 伺候不动我的好姐姐 还有其他人 嘴巴也放干净一点 不然到时候 我腰间的剑 可不认人 叶丽 走吧 等走远了 伤后隐月传来了众人的议论声 除隐月 这名字可真熟悉啊 能不熟悉吗 你没看到这是谁啊 这可是大名鼎鼎的陈王爷 上任那个死掉的陈王妃 就叫除隐月 这 这女人 没死 谁知道呢 不过外人都传 陈王和陈王妃恩爱至极 也不尽人嘛 姐姐 别管这些闲言碎语 有烈云在 定会和你平安 是 不过烈云 你刚刚的话 可是给你招来了一个大麻烦 麻烦 我就是要让叶丽诚那个臭男人知道 我姐姐风华绝对 绝世无双 压根就不缺男人 不仅不缺 而且身边的男人 个个都比她年轻持久 烈云 你应该没做什么吧 没做什么 来给姐姐你冲冲场子 我这些兄弟啊 个个是要身材有身材 要脸蛋有脸蛋 到时候肯定让叶丽诚知难而退 联云十三纪 是由他组建之后 交给烈云掌管的一支队伍 平均年龄不过二十 绝对妥妥的小鲜肉 烈云把这十三人叫来 岂只是来冲场子呀 压根就是看热闹不嫌事的 你赶紧的 让他们回去 姐姐 晚了 烈云话刚落 十三名穿着黑衣的青年 就相继涌了出来 瞬间就把初以悦围在了中央 好姐姐 你可算来了 好姐姐 快回房吧 外面风大 你们是谁 都给本王滚开 姐姐 救救我们 这个叔叔看起来好凶啊 对 太凶了 初以悦嘴角一阵抽搐 不过 他还是在夜历城 停在他跟前后 毫不犹豫伸手 把距离自己 最近的一名黑衣青年 搂在了怀里 夜历城 你以为你是谁 你凭什么对我的小可爱们 这么说话 你吓着我的小可爱们了 更何况 夜历城 你为什么这么没有 自知之明 现在应该滚的 应该是你吧 夜历城 请你回去 好好洗一把脸 再擦擦你的眼睛 最后照照镜子 看看镜子里的人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我这些好弟弟们 个个都能吃苦耐劳 精力十足 且对我专一 最重要的是 他们答应我的事情 从来说到做到 还有 他们比你年轻 这些 都是你夜历城 坐着城池都追赶不上的 你有什么资格来嫌弃他们 更何况 夜历城 我又不是脑子有病 我放着十三个 比你年轻 比你强悍 比你厉害的小鲜肉 不要 非要舍弃他们 来找你这个老腊肉 而且还是一块 身上藏着钉子 指不定什么时候 就把我钉死的老腊肉 我疯了吗 出影院 你真的要这么狠心 夜历城 你竟然好意思 问我这句话 脸呢 走吧好弟弟们 趁着时间还早 我们好好去房间里 快活快活 出影院刚关上院门 那夜历城 也不撒泡尿 罩罩自己 这间云灵院 可是天灵寺 最好最大的乡客房 就算是他 也不配入住云灵院 而只能住在旁边的云水轩 他以为他算什么东西 还要让姐姐 丢下我们去跟他 不过一间院子而已 何必拿出来说事 天安大师 也不过是看在 我和他老交情的份上 才给我留了这个院子而已 夜云嘎嘎嘴 不再说话 夜云 你们守住楚团子 我想去天灵血莲花 上开的地方看看 如此 也可以指定一个 抢夺天灵血莲花的 最好方法 出去后 处影院便快速 钻入了草丛里 接着 如同一只野兔一般 在其中灵巧穿梭 突然 他听到了一阵 稀稀疏疏的声音 主人 之后的事交代下去 按照我说的做即可 是 主人 物衣男人得令后 立刻匆匆退下了 只剩下灵横站在原地 叶丽诚 你们欠我的 我要你们悉数奉还 就在这时 只听轰隆一声 一道惊雷似直接在头顶炸响 紧接着 倾盆大雨疯狂而下 你是谁 跟你合适 我不喜欢有人 规予我的秘密 来人 杀 初影院直接脚尖一点 第一个想法就是 好 人刚腾空而起 肩膀上 已经多了一只手 接着 便是撕拉一声 他的肩膀 被林衡抓出了血痕 初影院手中金针反手一丢 趁着林衡躲避的功夫 人已经快速飞出去十米远 林衡那一招 她在她的指甲缝里 藏了毒 该死 这一次 她又逃不了了吧 这个林衡 简直就是她 初影院的克星 她这都已经是 第几次落入她的手里了 初影院迷迷糊糊地想着 很快便彻底陷入了黑暗里 不知道过了多久 初影院再次睁开眼睛醒来 入目是昏暗的石壁 醒了 初影院打亮了一下四周 确定没有自己的衣服后 她背过身 将男人的长袍穿在了身上 叶丽诚 你怎么在这儿 因为 担心你 本王不小心瞧见 你出了院子 现在这天灵寺 鱼龙混脏 那也不用你管 叶丽诚 不要多管闲事 就见叶丽诚眼里 划过一丝不满 下一刻 她就被她 摁在了冰凉的石壁上 初影院 本王要是不多管闲事 你好好想想 楚团子还能见到她娘亲吗 我看到了林衡了 这次林衡前来 目的定然不会简单 叶丽诚 不出意外 她一定是冲着你而来 自六年前的事情发生后 天灵朝堂一片安平 气氛也极好 这些年并没有发生 什么奇怪之事 可是从上个月起 天灵皇城就陆续传出 大臣暴毙的消息 这些暴毙之人都很巧 全都隶属于本王回想 天灵帝国那位死去的皇长子 你有没有想过 调查她一下 叶丽诚显然愣了一下 算了 就当是我自作多情 多管闲事 初影院 原来 你对本王还有情 不好意思叶丽诚 我只是用词不 档子还没说出口 她的嘴 已经给男人完全堵住了 男人吻得又凶又狠 像是要将她嘴里的空气 全部都吸入肺腑似的 初影院想要推开她 可是一阵眩晕感 却疯狂传来 你中毒了 刚想拿出金针自行处理 叶丽诚就已经将她摁在了地上 然后低头 不管不顾地稳住了她的伤口 叶丽诚你疯了 对 本王就是疯了 初影院 本王不能给你解毒 那本王就和你一起中毒 我衣服呢 叶丽诚愣了一下 走到角落 把初影院的衣服拿了出来 初影院从中找到了自己的金针 接着 扎在了叶丽诚胸口的几个穴道上 怎么 我不喜欢欠人情 刚刚你干的虽然是蠢事一桩 但的确是你救了我 现在我救你 两步相欠 初影院 你有必要反复和本王强调 两步相欠这四个字吗 当然 很有必要 叶丽诚 六年前我就对自己说过 我初影院这辈子欠谁 也绝对不会再欠你 初影院说着 取下叶丽诚身上的金针 便抬角往外走 别出去 外面都是林衡的人 现在雨已经停了 天色还没有完全黑 等天色暗了 我们再走 你不愿意和本王共处一室 那么本王可以出去 叶丽诚你闹什么别扭 你现在出去就是羊入虎口 林衡巴不得你爸爸送上门去 初影院清楚瞧见 叶丽诚的眼里陡然划过一抹欣喜 就像是一个闹别扭的孩子 突然给了他一颗糖 那种愉悦单纯没有任何杂志 却是最为异于言表的 叶丽诚 我可不是关心你 不过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林衡三番五次想要置我于死地 我和你勉强做会儿朋友 你是可以的 嗯 朋友 那必是朋友吧 这总比初见时 尹悦你把本王的陌生人看待要好 至少我们两个人的关系 再循序渐渐 终有一日 打住 没有终有一日 叶丽诚 我和你的关系 只能止步于此 我不是傻子 六年前跳过的坑 我可不会再跳第二次 初影院说完之后 便扭头往后走 然后靠着一面墙坐下 缓缓闭上了眼睛的夜色 从山洞里出来 回到了天灵寺 门还没关上呢 叶丽诚 你要干什么 与此同时 身后传出了开门声 娘亲 你回来了 团子 慢点 很快 楚团子就冲入了她的怀里 团子 这么猛猛撞撞做什么 你要是摔了 娘亲会伤心的 娘亲 这个叔叔 为什么来我们的院子呀 这个叔叔 这个叔叔是 团子 你娘亲穿了叔叔的衣服 叔叔没衣服穿了 所以叔叔要等你娘亲 把衣服还给我 叶丽诚 你在说什么 他扭头朝身后的 烈云和联云十三记们看去 那个 你们不要误会 放心吧 大叔 我立刻就去伺候我姐姐脱衣 不过大叔啊 做人呢 还是要心胸宽快一点 一件衣服而已 也值得你这么斤斤计较 除影月眼见叶丽诚就要发作 赶紧抬手 将他往外一推 叶丽诚 衣服待会还你 话落 他的一生果断锁了门 姐姐 叶丽诚这货 怎么这么不知好歹 像个狗皮膏药一样 怎么都甩不掉 姐姐 要不我们兄弟十三哥 帮你出去揍他一顿 姐姐 我可以牺牲我自己 和你表演 亲亲和睡觉 姐姐 我也可以 打住 小七小九十三 你们够了 团子 你先和烈叔叔 和连叔叔们玩会儿 娘亲去换衣服 嗯 好的娘亲 团子呱呱在外面等你 他却不知道 他刚打开门走进主屋 楚团子 熊啾啾气昂昂的 抬脚走了出去 团子 你怎么来了 叔叔 有一件事 我想让你帮我参考参考 团子 你说 叔叔 你帮我参考一下 烈叔叔 适不适合当我的爹爹 什么 爹 爹 是啊 是啊 宝宝命中 什么都不缺 唯独缺个爹爹 我都缺了五年了 我希望明年 我六岁的时候 我的命中 能有一个爹爹 叶丽诚听着 心酸不已 只觉得 楚团子这句话里的 每一个字 都像是一把刀一般 扎在他的心头 所以叔叔 你帮我选个爹爹呗 等你选好了 我就让娘亲 把爹爹取进门 团子 你如果是要选爹爹的话 那你觉得 叔叔怎么样 叔叔你 不怎么样 一 叔叔你太老了 二 叔叔你太丑了 我和我娘亲 都不喜欢又老又丑的 本王 又老 又丑 是的呀 叔叔 是啊 叔叔 你又老又丑 所以我要给娘亲 找漂亮鲜美的小鲜肉 比如里面的 我家贵的连云 叔叔们 那是一个胜过一个的帅 嗯 叔叔 你发什么呆啊 你帮宝宝看看 哪个叔叔最帅 看看哪个最适合 当宝宝的爹爹 这 叔叔不太舒服 先走了 叶丽城立刻匆匆离去 土团子站了一会儿 这才转身 还没进入云林院 就愣住了 娘 娘亲 好了团子 你想要爹爹 娘亲帮你找就是了 你喜欢什么样的爹爹 娘亲都给你找来 怎么样 我才没有想要爹爹 我讨厌爹爹 他不要团子 团子又不要他 团子 不是你的爹爹不要你 你的爹爹当时不知道 娘亲肚子里有你了 你的爹爹很喜欢你 他只是 不喜欢娘亲而已 所以 都是娘亲不好 娘亲 你很好 你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娘亲 团子不问爹爹的事了 团子知道 爹爹已经死了 团子没有爹爹 团子 你真的是上天赐给娘亲 最好的礼物 除团子身体本就不好 我一会儿便睡着了 给他盖上薄备后 怎么 秦公子 什么时候 你也学会 不请自来了 房间角落的黑暗里 一抹白衣 缓缓走出 秦公子 这种事情还真的不适合你做 如果下次有事上门 你可以直接走正门 以你我之间的关系 不至于将你关在门外 尹月 叶丽诚就可以不请自来 可是我 我只能送拜铁走正门 是吗 秦素 你提叶丽诚干什么 我和他 什么关系都没有 可你身上穿着他的衣服 除尹月被秦素的眼睛看着 他下意识往后退去 一只手 陡然扣住了他的腰 除尹月 你还爱叶丽诚吗 秦公子 请自重 除尹月 叶丽诚 你这样伤你 害你 让你难过 可是你为什么还是爱他 秦素 放开 然而这四个字落下 不仅没有让秦素放开他 反而让秦素低下头 狠狠稳住了他的唇 虽然逮着他的唇疯狂轻吻 却迟迟找不到入口 这样急切青涩地吻 让出尹月难得的一愣 等他反应过来之后 这才推开秦素 接着抬手 啪的一个巴掌 打在了他的脸上 秦素 你疯了 除尹月 我就是疯了 六年 这六年我一直在暗中偷偷找你 可是 我又不敢让叶丽诚知道你还活着 除尹月 你知道这六年来我是怎么过的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六年后先遇上你的 还是他叶丽诚 除尹月 你不会知道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有多高兴 有多激动 你不知道当叶丽诚再次出现的时候我有多紧张 你更不知道 当我看到你身上竟然穿着叶丽诚的外袍时 我 我 除尹月 你真的 就这么爱他 除尹月 叶丽诚能够给你的我都可以给你 他不能给你的我也可以给你 只要你愿意来到我身边 我秦素这一辈子 一生一世只娶你一人 赵秦后宫三千将绝不会有 我的后宫 只会有你一人 谢谢你 秦素 起码我除尹月在你心里 是被你当做一个人 而不是当做一条狗看待的 但是 从六年前开始 我的心就死了 六年了 从来都没有为谁活过 未来 或许也再不会有心动 所以秦素 我只能谢谢你 除此之外 我什么都做不了 更答应不了 除尹月以为秦素会失望 谁知道 她的眼里竟然溢出了欣喜 她甚至伸出手抱住了她 不过瞬间 她就放开了手 抱歉 抱歉 我太激动了 所以除尹月 你的意思是 你现在 并不爱叶丽城 是吗 是 好 我知道了 尹月 只要你不爱叶丽城那就好 至少说明 至少说明六年后 我没有闻到 尹月 总有一日 我秦素 一定会在你心头留下烙印 住在你的心上 话落 秦素轻轻一笑 转身打开窗户 一跃而出 除尹月 却不由得 滴滴一笑 这个秦素 竟然有几分可爱呢 除尹月换了衣服 便打算躺下睡了 刚要睡着 便传来了敲门声 姐姐 天灵寺相克房的人 都在往天灵血莲花的方向去 说是刚刚那边传来消息 天灵血莲花要开花了 除尹月的脑海里 不由得浮现出了灵恒的脸 灵恒派这么多人 驻守在天灵血莲花的生长之地 这个消息 会不会就是他传来的 如果是他传来的 他又有什么目的 姐姐 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不过 虽然我存有疑虑 但是既然消息都传回来了 我也是要去一次的 毕竟这关系这团子 列云 你叫上十一十二和十三 我们一同前往 剩下的人 留在云灵院保护团子 我担心 这边会有变数 刚走出去 就看到了一道修长的身影 尹月 我们结伴而行可好 和你结伴 抱歉 她是本王的女人 本王的女人 不好意思 城王大人 我只是我自己的 而不是谁的附庸品 你的女人很多 但是绝对没有我 除尹月的一席之地 除尹月朝着 情愫的方向走了过去 你这个提议挺好的 你我结伴 也算是有个照应 一起去吧 紧接着 她的手就扣在了 她的腰上 带着她疯狂往前掠举 除尹月 你去哪儿 身后那人 卓是太爱事 所以尹月 我们换一条道走 更何况 和尹月你在同一 乡野间散步 这六年来 我幻想了无数次 秦苏 现在不是说这些事情的时候 现在的重点是 天灵血莲花 我一定要得到 天灵血莲花 放心 我们只是换了一条路走 不会比他们晚到 更何况 你出现后 我的重点 就已经发生了转移 变成了你 秦苏 你能不能好好和我说话 你知道的 我对你 没有非分之想 我也想和你好好说话 可是 刚刚回去 我想明白了 如果保持自己的做事风格 是失去你 那么 我想 我也必须做出改变 方才回去 除了思考之外 我还和下属 好好询问了这个问题 他们说 我这叫做追媳妇 追媳妇 嘴巴就得甜 秦苏 你 识别六年 你还真的是让我刮目相看 谢谢 殷月 我去当做 是你给我的褒奖了 殷月 刚刚 刚刚你喜欢吗 秦苏 这个话题 我们打住吧 我修身养性这么多年 早就结色了 你可别试图 让我潜水多年的恶魔因子复活 刚刚 我是第一次 秦苏 你是外星人吗 什么 你 没有过女人 我没有女人 从我十二岁起 就有人塞女人给我 但是我都不喜欢 全都没有接受 甚至就连他们的触碰 我都觉得恶心 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的母后 昭秦曾经的皇后 她的一生之爱 便是我的父皇 可是我的父皇 她爱很多人 我十岁那年 我的母后就疯了 她每天都在自己的宫殿里 对着一团空气室爱 她以为那团空气是我的父皇 可是我父皇 那个时候 已经有整整一年 没有踏入我母后的宫殿了 那个时候我就发誓 我秦苏这一辈子 只会爱一个人 不知道怎么回事 楚颖月看着秦苏的眼 心跳竟然都有些加快了 那颗六年前彻底死掉的心 时隔六年 第一次出现了不一样的浮动 楚颖月 我很确定 那个人就是你 秦苏 我不太明白 你要知道 我曾经是大名鼎鼎的 陈王妃 你不明白 我又何尝料到了呢 可是 心之所动 我也情不自禁 楚颖月 我会尽我所能 向你靠近 秦苏 走吧 我不想错过天灵血莲花 说着 楚颖月便大步往前走 颖月 你走错了方向 应该走这边 掏杂的声音 从前方隐隐约约传了过来 真的是天灵血莲花 天灵血莲花开花了 这么多人在现场 现在应该怎么做 诸位 天灵血莲花人人都想得 但若是群起而争执 现场必定大乱 所以 灵横有一计 当楚颖月听到这两个字时 路由得暗暗咬牙 他下意识加快了速度 诸位看到这天灵血莲花了吗 它盛放在悬崖的下方 不如 我们现场众人 每个人给予一次机会 一次轻功往上不能落地 若谁可以一次性摘到这朵天灵血莲花 那么这朵天灵血莲花就归谁了 一次轻功往上不能落地 不现场这么多人能办到的寥寥无几吧 就是啊 这个方法不行 没错呀 这这简直就是把我们拒之门外呀 我拒绝 这个方法我倒是觉得挺好的 我们这么多人抢夺天灵血莲花 没有本事的本就不能强盗 这个方法还可以让我们很多人免于受伤 就是啊 我也觉得这个办法很好 你拒绝 拜托这位大兄弟 这个方法你都能被拒之门外 你还指望你能在战乱中获胜 清醒一点吧 大家都各有己见 不如我们把这个决策权 交给我们伟大的天灵战神 天灵储君 成王千岁吧 成王千岁 你敢不敢比呢 他心头一急 赶紧加快了脚步 朝夜里程的方向走了过去 还没靠近 本王有何不敢 好 那么现在 谁愿意第一个上来试试 我来 他走到了悬崖下 然后脚尖一点 就朝上月去 初影月一看他的身法 就知道他不行 果不其然 只来到悬崖一半的位置 他就重重往下坠了 虽说没有摔在地上 可是动作 看上去仍旧有些狼狈 诸位 献丑了 夜里程 你疯了 夜里程 你难道不知道 灵行是冲着你来的 知道 那你还 可是就算知道 本王也要去 明月 本王答应过你 这天灵血莲花 本王一定要帮你得到 你这个傻子 天灵血莲花 不用你 我也可以自己抢过来 明月 你受伤了 更何况团子 本来就是本王的孩子 除影月下意识抬头 就瞧见 他正瞥着自己身旁的情愫 夜里程 我家团子的爹姐 早就已经死了 你可不要对号入座 给人造成什么误会 就连团子都说 你又老又丑 你就不要自恋了行吗 又老又丑 影月 你家团子可真会说话 我很喜欢 你们 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什么时候认识的呢 就是我第一次坠崖 跌入无尽深渊 陷入绝境的时候 那个时候 你夜里程 无能为力 甚至还在我心头 刺了一件 是他救了我的命 影月 那一次本王 是本王不好 本王没有保护好你 夜里程 你的对不起 我都听腻了 可是你的对不起 有什么用呢 你每一次 对我说对不起 可是每一次 都把我推向 更无尽的地狱 夜里程 六年前 你从来都没有想过 要保护我 六年后 我也已经 再也不需要你的保护了 树有皮 人有脸 夜里程 我姐姐对你的不喜欢 难道还不够明显吗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 死皮赖脸的 每一次都贴过来 你是不是觉得 你对我姐姐造成的伤害 还不够啊 这处悬崖高度 本就不低 在悬崖之上 影月你仔细看 那些峭壁之上 似乎有东西 是才我注意到 好几个人在攀爬间 都似乎触碰到了什么 然后直接跌落了下来 这次的天灵血莲花 当然不可能 这么简单让人得到 对方给出 这么个巨大的诱惑 自然不可能亏本 我们可以再 这天灵血莲花 本王要定了 本王要将它 送给本王的 送给一人 影月 我是不是又晚了一步 秦苏 我说过 我和叶丽诚现在 已经毫无瓜葛了 就算我欠他 那也只能是欠他人情 而非其他 你别误会 我没有别的意思 这个解释 为什么会给人一种 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 影月 我知道 你对我说这些 没有别的意思 王爷 白寡妇 叶丽诚 松手 如果不出意外 叶丽诚应该已经 被白寡妇咬了 他的身体便猛地朝下 掉了下来 尘封身形一闪 立刻上前 接住了叶丽诚 崇丽诚和周遭人 则是加快脚步走了过去 本王答应了你 给 叶丽诚 你要把这朵 天灵血莲花送给我 可以 但是 必须是在你平安的情况下 把它送给我 你要是死了 我就把这朵 夺你性命的 天灵血莲花 烧给你 王 楚姑娘 我家王爷 他 他怎么样了 不太好 如果他早点下来 我还可以帮他 金针风学 制止毒素的扩散 可是 他却耽搁了那么一会儿 川峰 你看看他的嘴 已经完全变色了 这就说明 毒素已经在他的 体内蔓延 白寡妇制毒 一旦蔓延 只有一个办法可及 什么办法 换血 而能够符合条件的换血者 必须是其 窒息亲属 换而言之 其兄弟姐妹 以及子女 都可以为其换血 楚姑娘 除了这个办法 可还有什么好法子 可以救城王爷 楚姑娘 现场这么多人 医术能够和你 比拟者寥寥无几 楚姑娘 性命攸关 如果您有别的法子 可以尽管说出来 我们这么多人 一定会想办法 全力救治城王 别说话 本王很好 区区射毒而已 本王死不了 既然天灵雪莲花之时 已经结束 本王便先毁了 陈锋 走 据我所知 白寡妇之毒 神仙难救 城王大人 当真如此 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城王大人 即便不愿意 爱惜自己的身体 也应当想一想 当今皇后 哦不 是太后 哈哈哈哈 虽说 城王大人没有登基 可是顾太后 已经是以太后自居 想来 城王大人 若是要称帝 也不过是一句话的事 中了白寡妇的毒 如果在毒素 与体内扩散之前处理 那么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可是 一旦毒素扩散到全身 就只有换血 亲兄弟之间 可以换血 叶丽诚 认命吧 除隐约 本王就算是死 叶丽诚 死很容易 可是只有活着 才有希望 说完 看向灵横 灵公子 可有其他法子吗 只有活着 才有希望 这句话我真喜欢 曾经 我在无数个 生不如死的夜里 就是这样告诉自己的 所以 现在我回来了 皇帝 这块玉佩 你可认识 叶丽诚 抿了抿唇 看着灵横并未说话 皇帝 阔别多年 我回来了 现场这么多人 皆是身名大义的豪杰 还请诸位 替我做个见证 当初 顾云心 蛇歇心肠 将我母后 骗至她的宫中 然后纵火烧宫 自己则化身成为了 天灵皇后 而我 则因为先天不足 病弱而死 我的尸体 被丢去了乱葬缸 可是 人算不如天算 顾云心没想到 老天不让我死 不过皇帝 我这个人 爱恨分明 我知道 顾云心之错 不能怪你 更何况 你还是天灵帝国 赫赫有名的战神 放心 维兄 无论如何 也会护你周全 楚姑娘 不知 我该如何做 才能救我亲爱的皇帝啊 叶丽诚 忍一时 你才能知道 他之后要做什么 要救叶丽诚 很简单 林衡 既然你是天灵的皇长子 那么你和叶丽诚 便是血脉至亲 用你血 换他血 他就可以相安无事 好 能救我们天灵帝国 伟大的战神千岁 我林衡 我叶丽诚 心甘情愿 楚姑娘 你这是干什么 陈锋 把叶丽诚打晕 可看着他死 你选一个 住手 楚姑娘 是为了救王爷 陈锋 你控制一下现场 让所有人 不得擅自靠近我这里 楚颖约 这才继续看向叶丽诚 至于你 既然你诚心要救叶丽诚 那我们开始吧 叶丽诚 淡淡笑了笑 接着 直接坐在了叶丽诚身边 你还站在这里干什么 楚颖约 扭头看去 就见陈锋 一脸敌意地 看着情愫 陈锋 绝对是故意的 因为一旁的烈云几人 就没有被他驱赶 陈锋 别闹 这是自己人 听到了吗 我是隐约的自己人 好好说话 啊 是是是 叶丽诚 低头看着叶丽诚 此刻 长长的睫毛 已经在轻轻颤抖 显然已经醒了过来 皇帝 楚姑娘和这位公子的感情 还真是很好呢 你说是吗 把叶丽诚的上衣 全部脱了 又看向叶丽诚 还有你 你也脱了 可以 不脱吗 不行 叶丽诚 单个我治疗 就是影响你的目的 你自己考虑清楚 叶丽诚 深深深地看了一眼 楚影月 被他这个眼神盯着 楚影月顿时有些脊背发凉 赶紧 楚影月从来没有想过 一个男人的身体 也能用绝代风华四个字来形容 就连前面那一对红豆 都泛着粉红的光泽 让人心中 生腾起了一种 想要采摘的冲动 楚影月很没出息地 喉咙上下滚动了一下 世人都说 前程王妃浪荡不堪 今日一见 果然不是浪得虚名 大皇子殿下 我虽然浪荡 但是我的浪荡 可是要挑人的 你看看叶丽诚 发光了站在我面前 我也没感觉 我之所以有反应 还不是因为大皇子 你的身体 极具诱惑力 这都是大皇子的错 怎么能怪我 开始给他疗伤吧 楚影月低笑了一声 他从云袖里 拿出一把匕首 接着 蹲在了地上 叶丽诚 烧 楚影月去拉叶丽诚的手 他却用力攥着 不愿意把手给他 叶丽诚 你怎么回事 不解毒 你说 是我把他打晕 还是你来把他打晕 除非你说 你对我有感觉 叶丽诚 你能不能不要那么幼稚 解毒 和我立刻转身 和情愫成亲 你自己选一个 本王 选择解毒 叶丽诚 换血开始了 一旦开始 你就不能反悔 不然到时候 便是功亏一篑 两人同亡 换血的过程 是极其漫长的 在这个没有特殊仪器的古代 想要求稳 就得慢慢进行 时间 一点点过去 日升月落 两次来回 同于当第三日的夕阳缓缓升起之时